容装的三軍將士 人民的武裝氣宇宣昂 42個方隊綿延兩公里 構成了一道鋼鐵長城 建國以來規模最大 裝備最新 機械化程度最高的大閱兵 可以在人民軍隊的史冊上 寫下濃重的一筆 28種授業裝備 全部是中國自行研製 其中大部分具有現代水平 乃至世界先進水平 戰略導彈部隊 是首次向世界亮相 向全世界顯示了中國的力量 在隨後的群眾遊行中 人們仿佛看到了 中國前進的腳步 小港村的聯產承包責任制 拉開了改革的序幕 總是善於創立 歷史的中國農民走在了隊伍的前沿 深圳特區的建設和變化 仿佛大棚展翅一日 榮獲三連貫的中國女排 讓中國人民的心中增添了幾分民族的自信 改革開放後的中國變得讓人感動和驚奇 這一天所有的人都在為中國的成就和力量喝彩 而對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 我們的人民獻上了一項最樸實 卻有最深情的問負 小平 您好 為何 advertisements 發生 一些